永不妥协 哇 是萤火虫耶 自然界里有很多会发出萤光的生物 像是萤火虫 水母 科学家们便参考他们的发光原理 进而发展出实验动物的萤光成像技术 实验动物的萤光成像技术主要的目的是在于 利用仪器来定量 实验动物体内发出特殊波长 特殊光线的微小量的细胞的数量 让生物体内特定的细胞发出萤光 便可以透过活体小动物萤光影像系统 及时且长期的追踪 观察细胞的变化 然而因为机台不但巨大且费用十分昂贵 台湾只有极少数的研究单位拥有这种仪器 若台湾的研究人员要做实验 还得排队等待使用 所以很多研究依然采用动物解剖的方式进行实验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 台大医院和医科中心林明瑜博士的团队合作 共同研发台湾自己的活体小动物萤光影像系统 它变小好多 而且费用只有传统的十分之一呢 这套系统普及后可以大幅减少实验动物的牺牲 例如说我们做肿瘤治疗的实验嘛 那我们要看这个治疗的反应怎么样 我们传统方法就是把动物牺牲 其实把那块组织把它取出来 然后做染色 那染色在观察在显微镜底下观察说 哎 肿瘤到底是变成什么样子 那这样子我们在每隔几天 我们就要杀死一批动物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 那现在呢我们用比较好的方法 我们让那肿瘤发出荧光 那我们就可以观察我们治疗效果怎么样 如果治疗效果好的话 那个肿瘤细胞被杀死荧光就会减少啊 那我们用这种连续新的观察一个影像系统这样看 那我们就可以连续观察 比如说一两礼拜 我们都不需要杀死动物 而是同一只动物这样观察更为准确 真是太好了 不过科学家 林博士他们是怎样让肿瘤细胞发出荧光的啊 他们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使用荧光染剂注射的方式 那主要是经过筋脉注射的方式 让它经过血液循环至全身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它血液灌流的状况 例如说就是血管是不是有栓塞 或者是组织坏死的情况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透过荧光蛋白基因的方式 将荧光蛋白基因植入载体基因 送入肿瘤细胞后 再注射进老鼠体内 之后老鼠生长出的肿瘤细胞 经特定波段的光源照射后 就会发出荧光 当肿瘤细胞增生时 荧光也跟着变强 如果治疗药物起作用 能够确实杀死肿瘤细胞 随着肿瘤细胞的凋亡 荧光便会跟着剪弱 肿瘤细胞的变化看得好清楚哦 可是科学家 就算肿瘤能发出荧光 但是它在生物体内的深处尾 仪器是怎么看得见荧光的呢 小飞问得很好哦 林博士他们选择了一种 可以穿透组织的荧光 好让仪器接收 不同的荧光 它的颜色程度 对组织穿透度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绿色荧光 它对组织穿透度很差 那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绿色完全没办法穿透我的手指头 另外一方面我们拿 它的能量只有它五分之一的能量 20%的能量的红光来比较的话 光是一个20%的能量都可以看得出 它可以穿透我们的手指头 国体小动物荧光影像系统 就是利用各种波段 激发光源及相对应的绿片 来观测小动物体内微弱的荧光 尤其是利用近红外线 可以穿透实验动物深度组织的特性 让小动物体内发出近红外线的荧光 这就相当于在实验动物的体内 制造一个可以穿透组织 到达体外的光源 再用可以感应近红外线的相机 来截取动物体内的荧光影像